Madegenie的20个技巧带你从入门到精通AI绘画 技巧1,通过选择不同的版本来调节画风 首先我们输入斜线Setting 而到这个界面你会看到这边下拉菜单上会有不同的Madegenie的版本的选择 我们目前最新的版本是Madegenie V6 我们先来进行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提示词的作画 现在是V6的版本,Pretty Girl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出来了 这个是V6版本下的一个美丽的女孩 重新回到上面Setting的下拉菜单 我们来选择V5.2的版本 之前那个版本 同样我们使用同样的提示词 A Pretty Girl 我们来看一下V5.2版本的情况下 V5.2版本下 Pretty Girl是这样子的图片 V6版本下的女生 它真诚的更加真实 V5.2版本下的女生的话 它的油画风啊 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到这边下拉菜单里面还有一个是Niji的一个选择 Niji的这个版本训练下 大多都是日漫的 日本漫画的这个风格 我们来看一下Niji版本下的A Pretty Girl 大概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明显啊是漫画的风格 这个和之前的V5.2和V6的差距都非常的大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在你的提示词后面打入 横线横线V6.0 横线横线V5.2 或者横线横线Niji 这样的方式来调用出不同的版本 技巧二 产出图片的差异化调整 一张图片生成好之后我们通过YOU来选中 你要把它放大的图片 然后这张放大图之后 你会在下面又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选择 我们首先来看这个VARY 在括号里面会有SUTTLE和STRONG的两种区别 我们分别来选择一下 然后看一下最后出图 这两者的区别是在哪里 SUTTLE情况下 你会发现这个青蛙和圆图啊 相似度非常高 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相似度 看一下VARY的这个STRONG 强的效果下 你就会发现明显会有些不一样了 有好几张图 它这个方向改变了 它拿刀的这个姿势 也有很明显的这个区别 所以你可以通过VARY的SUTTLE 轻微和VARY的STRONG 强烈来进行 你想要对图片进行差异化程度的这个区别 技巧三 增加图片的分辨力 图片满意之后 我们先请U加相应的这个NUMBER 然后来放大这张图片 看一下效果 如果你依然不满意 可以通过下面的两个UPSCAL 来增加分辨率 一个是UPSCAL SETTLE 一个是UPSCAL CREATIVE UPSCAL SETTLE的话 其实你看不到这两张图明显的这个区别 但是分辨率是提上去了 那UPSCAL CREATIVE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机它脸上会比原图多了一些黑色的斑点 技巧四 通过参数调整图片的长宽比 默认情况下你生成的图片是长宽比是1比1的 那如果说你想要调整这个长宽比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提示词后面加上横线横线 然后AR 来打入相应的你想要的这个长宽比 比如说16比9 是我们YouTube的整个的宽品的比例 或者说我好像调成9比16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不同的尺寸 技巧五 STYLIZE参数的使用 当你什么都不打入的时候 STYLIZE的参数是100的默认值 STYLIZE参数总共有0到1000的选择 小于100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出图的效果呀 会更偏向于你这个文字提示词所要展现的内容 大于100之后 你出图的这个效果会更有审美艺术创意方面的发展和空间 技巧六 KAOS参数的使用 KAOS参数默认值是0 它总共是0到100的数值选择 加了KAOS参数之后的话 你每次生成的四幅画之间的差距就会慢慢变大 自己本身很喜欢使用KAOS 因为经常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 我们来举例使用一下 这个是KAOS参数是0的时候 它的四幅画还是比较统一的反映了我们提示词的要求 25 50 75 你会发现四张出图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技巧七 无业的参数的使用 无业的参数默认值是0 它一共有0到3000的选择 这个参数就好像它的名字一样 当你增加无业的参数的时候 你出来的图片的效果也会越来越奇特 我们来尝试一下Cyberpunk Dog这个提示词出来 这个是默认情况下 无业的参数0的时候 它是完全符合我们赛博朋克狗的形象的四张出图 Weird250 Weird500 以及Weird1000情况下的出图 技巧八 是用Zoom来扩展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狗狗的例子 你会发现它整体的出图还是有限的 它的耳朵都被挡住了 那我们可能想要用Zoom来把它扩图扩一下 下面有三个不同的Zoom的选择 分别是Zoom Out 1.5倍 Zoom Out 2倍 这个是Zoom Out 1.5倍的效果 两个耳朵都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Zoom Out 2倍情况下的 2倍情况下 它Zoom Out的整个扩图的范围会更广 并有很多空间可以给到新的元素的加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Zoom括号Custom 正好这个按钮之后会跳出来一个提示词的对换框 我建议你不要删除原来的提示词 在后面加入你想要的效果 比如说我希望它Zoom Out 扩图之后会有向日葵的元素 我加上Sunflower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所有的四副出图 它里面都增加了Sunflower向日葵的效果 技巧9 使用Describe指令来得到提示词 我们经常会发现看到一张图特别棒 我也像画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会有一个非常方便的一个窍门 我们这边输入斜横线Describe 然后我们把你这个很喜欢的图片上传进去 然后回车 回车好了之后你就会发现Describe这个命令特别有效的 帮你把这幅图片生成了四种它能够读出来的提示词 技巧10 把多张图片融合成一张图 斜横线Blend 然后传你想要融合的图片 你会发现一共可以上传五张图片 那在这里我们先选择两张图片的融合 我们把之前生成的青蛙骑士和这个公鸡的这个形象 我们来做一下合成 看看效果会怎么样 最后的效果就是公鸡拿了一把剑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技巧11 使用Pen来进行单个方向的扩图 我们之前已经学过了Zoom扩图 那Pen的扩图的区别就在于 你可以进行单个方向的 我们依然来看这只狗狗的照片 下面会有四个不同的箭头 顾名思义 向左就是向左边扩图 向右就是向右边扩图 上下也是这样 技巧12 有效的去除不需要的图片元素 我们现在生成一碗冰激凌 Ice Cream Ball 我们会发现有一张图片里面有一个粉色的冰激凌球 我现在想把这个粉色的元素去除 加入横线横线No参数 在No后面加入你想要去除的元素 比如我现在要去除Pink 看一下效果 这一组照片里面是没有任何的粉色元素的 然后这里还有张图片里面 冰激凌多了一个草莓 那我想把这个草莓也去除 一样的操作 我们在No参数后面加上Strawberry 技巧13 制作无缝衔接的图片 有时候我们设计师的小伙伴们需要制作一些类似于像包装纸这样的pattern 它需要你能够将一张图片能够无缝衔接起来 我们普通生成一张图片之后 我们放入这个seamless temperature checker 我们来check一下 显然中间你会发现它是完全没有做到无缝衔接 那现在我们有个很快的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tile参数 我们同样的提示词在尾部加上tile参数就可以 我们再来生成看一下效果 把这次新生成的有tile参数的出图的图片 再放入我们的这个seamless texture checker 我们来check一下 完全无缝衔接了 技巧14 进行提示词的分割处理 有时候我们在输入提示词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提示词 比如说spaceship 无论你是连起来打spaceship 还是space空格ship 它跳出来都是宇航船 是想要有space 有宇宙 然后要有ship 还有有船 那我该怎么做呢 在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在中间加入两个冒号 然后我们再回车看一下效果 这次就出来的效果很好了 你能够看到图片里面都是有宇宙的背景 还有船的元素 技巧15 局部重绘 现在我们有这张兔子戴着墨镜的图片 那我希望把它墨镜的颜色改变 我们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要打开设置 我们要确定这个remix mode是打开的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张兔子的图片下方 看到一个选择 very括号region 局部重绘 我们这个时候再打开这个very region 就会跳出来一个对方宽的提示词 我们选择我们希望改变的局部的这个图片的范围 然后在下方的提示词里面 key in进去你希望要的效果 比如说我希望把这个墨镜改成绿色的 然后还想把它改成紫色的 原来是黑色的墨镜 红色的框 现在一副是绿色的墨镜 一副是紫色的墨镜 技巧16 Niji版本下的不同风格的画风 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Niji的这个 用日本漫画训练出来的模型版本 但是在Niji版本下面 其实我们还有不同的风格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用style这个参数 把它给调用出来 我打入一个litter of puppies 普通的就是Niji的情况 Niji的情况也是style original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在Niji后面再打入两个斜横线 我们来调用出style cute style cute的话就是在Niji版本下的更加可爱的这个情况 还有style expressive 就更加的复杂的一种效果 还有是style scenic scenic的话就是顾名思义是会有一些风景背景元素的加入 技巧17 使用名人来轻松调用画风 现在我有这样的一张图片 当你想要重新去写这个提示词的话 可能很复杂 这种整体的风格你需要用很多词早去形容 但是当我们加入名人的这个名字进去之后 就特别的方便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一下 现在我来写 a girl is looking at a sky full of stars 首先是就是这个提示词出来的效果 是这样的一张唯美的效果 那我希望它能够加入一个梵高 Van Gogh 我们把这个梵高的名字key in进去 就这么简单 就能够得出了我们希望有的一开始那张对照图片的那种风格 就很轻松可以达到 你就不需要去写很多其他农长的提示词了 技巧18 V6下的风格转移 因为现在Midgenny已经到了V6的版本了 V6下的话会有一个参数叫做SREF 我们要确定我们是在V6的版本下 在普通情况下我来生成一个a little girl 它是这样子的款风 那现在我比较喜欢这一张水墨画的这个风格 我希望出来的这个小女孩是这个水墨画风的 首先我先把这张对照的风格照 我把它给上传 上传好之后我点击它 然后右键选择Copy Link 然后我们再回到我们的提示词输入框里面 一样的打a little girl 这时候在最后我们加上这个新的参数 横线横线SREF 然后在后面把前面那个link给Copy过来 这个是我们参考这张图片下的风格 会有一些水墨画的风格了 技巧十九画出文字 是V6版本下的一个功能 非常的强大 之前我们希望在知道Midgenny去写文字是很痛苦的 都是写的乱七八糟的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key in一个关键词 an old timey computer screen that says hello world 你看一下几种不同版本下的 这个是Midgenny5.2的情况下 它根本没有办法写我们需要它写的词 这个hello world都是乱七八糟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Nidgy情况下的 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的写正确 但在V6情况下 你只需要加入双引号把你想要写的这个词key in进去即可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 这个效果就非常非常好 四张图片全部清晰的写了hello world 技巧二十 有效的利用Midgenny explore 我们有时候经常需要一些灵感 我们可以经常去访问Midgenny的官网 explore这一块会有特别特别多 不同的图片可以供你参考 而且最棒的一点是比如说我觉得这一张吉他 这张吉他的图片特别酷 我把它点开 那右上角就有它的一个提示词 然后你再按一下这个按钮 就会跳出几个不同的操作的选项 我们可以直接copy 然后我们来到discord来作画 复制粘贴 最后调用的几个参数 chaos ar stylizer 全部调用过来了 回车 出土 非常方便 好 二 又 乓 好 您 这